OK吧,所以你看我最后能打印出来的那个 配置,对吧,说明没有什么问题 OK嘛,就是我刚才已经 在这里等了一下大家了,刚才那些东西应该都弄出来了吧 后续如果要加字段,就在这里加呗,你现在这里加 对吧,然后你在这里再加,就是吧 比如说我这边创建第二个数据库怎么创建呢 因为它是一个 平行的结构嘛,那你这边就是S31嘛,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嘛 OK OK 我看看第2个下面是什么呢,设计数据库连接字段啊,就这里 呃,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就要出纸化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东西 书只化数据库的呢,嗯,我们 就在 我们的module下面新建一个mycircle.go,对吧 当然你转件在哪里都行,都行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modules里面,比如新建一个 mycircle 对吧,新建一个mycircle.go 你看啊,我这,我在这个ide去新建的时候,他会 默认的把我这个目录的名字叫做我这个 把包的名字,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包名可以和 目录名不相同,是吧 对吧,你典型的这个就这个这个就不相同吗,它是闷,对吧,你这个包又不叫,你这个路径又不叫闷,对吧 嗯 对吧,然后我们设计这个连接字段,我们把它插掉,对吧 你看我们设计这个连接字段呢,首先呢,我们又用这个 嗯 嗯 单一的这个连接字段,我们已经写了,就是我们这个配置的中的这里,对吧 就是这个配置中的这个这个字段 那么我们这个用XORM,对吧,用XORM,那怎样去用呢,我们也可以先去看看他的readme 我们直接去搜 XORM,对吧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比较厉害的人,你一定要有这个翻墙的东西啊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我现在离了翻墙 我 我我我我没法干活 对吧,因为因为这个百度搜出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对吧,而且我要翻墙,我要去看一些github的一些东西,我根本就我就就就就离不开知道吧 对吧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XORM这个酷 嗯 那他会告诉你怎样,他这个有一个readme,他会告诉你怎样快快速start,对吧 嗯 快速start,我看看create engine在哪啊 嗯 哎 算了不看他也行,对吧,但是他也有,你看他这边也有那个,他有的github上 然后XORM他这边也有也有那个操作手册,对吧 这个也不是是谁写的 对 对,反正他你可以也可以看他看那种中文的操作手册吗,对吧 OK,那么我们去写这个XORM的话,那首先我们得 见个 嗯 我们得那个 这个 就是准备这个这个买这个my circle.go,对吧,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连接他,对吧 这个怎么样去连接呢 其实都是一些城市化的东西,对吧 那 嗯,我们写个 我们这边呢,用一个全球变量吧,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我比较讨厌全球变量,但是这边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用一个db做一个做一个全球变量,全球变量,我们 里面放什么呢,放这个 XORM的engine XORM 的engine 对吧,因为我要导的酷是这个XORM,是吧,他叫那个 叫什么玩意呢 我们来看看他叫什么玩意 OK,看看他这个 直接搜,import 没有 没有 没有,他叫直接 叫什么玩意呢 叫 嗯 XORM 点 Io,是吧 点Io 然后XORM 是吧 哎,送一把 然后呢 然后呢,他其实是XORM.engine 嗯 这么慢吗 这么慢吗 点E 没法写呀 你没发现程序员就两个东西吗,一个是翻墙,一个是IDE,对吧,离开这两个东西干的没法干活 嗯 我去又扫一遍,这 这哪受得了啊 哎呀 我应该给F盘整一块SSD,对吧,要不然他扫的速度太慢了 好吧 叫什么engne 对吧 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写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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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那我们去初始化它,方生,真的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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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写不了 等吧 登一等,登一等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我就写一个init init init mycircle的一个函数 对吧 那传进来的是一个mycircle 配置对吧 mycircle 然后呢 其实传进的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切片 新config.comfig.mycircleconf 对吧 就这个东西 OK 因为我使用传机变量 我就不用return值了 那我直接便利的嘛 直接forconf 等于rn值mycircles对吧 对吧 然后便利呢 怎样去创建呢 其实是xorm.newengine 是吧 newengine newengine 然后我driver的时候 driver的是什么呀 是mycircle是吧 是mycircle 然后呢 我这边那个要一个conf.addr 把它传进去 然后我需要去处理 因为它传的时候 你看这边标黄的意思 告诉你什么叫 undererror 就是你没有处理 这个凡数的返回的错误 对吧 然后呢 我这边就要是一个db 然后error等于它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我要去判断 iferror不等于 不等于neal 然后我就打印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可以fmt加printf 对吧 有人说你为什么用fmt吗 因为我不想传进来的时候 把logger传进来 对吧 然后我就直接用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全局的logger 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fmt就可以 fmt.print print啥呢 就是error 对吧 然后那个可以来个叫 iit.mycircle.error 但是你随便 看你自己什么样的习惯 那我习惯这种中国号扩起来 叫呃 conect conect to to mycircle 对吧 那mycircle 然后那个add 地址是什么呢 百分号 百分号 百分 统一百分号v吧 对吧 简单 然后那个error 百分号v 反斜-n 对吧 那么我这个addr是什么呢 是conf.addr是吧 conf.addr 然后呢 error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如果 如果它是一个error 那么我可以往里c 也可以不往里c 对吧 然后 如果它是一个error 我不往里c也行 我们可以先这么着吧 就是比如db 然后我就开始下面 就干一些事情了 对吧 那其实都是一些 程式化的东西 比如说set setmax max addl connection 对吧 那conf.addl conf.addl 对吧 然后我还有一个setmaxopen connection setmaxopen connection 那就是conf.addl 什么呀 max是吧 然后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conf.addl set connection max lifetime 那lifetime的话 我们比如说 我们直接它需要一个time duration 我们就time.hour就行了 就行 那我db.show show circle 就是conf.debug 对吧 你配了debug 那我这边就给你去show circle 对吧 然后db.logger db.logger有个问题 db.logger db.logger呢 它需要一个set set level 那它需要一个 它需要一个别的酷叫做xorm.log 对吧 它需要这么一个酷 对吧 log 那我为了和我的其他log区分开呢 我可以叫它xlog 对吧 记得吧 impot可以别名导入吗 那我set level 那我set level的话 那就是xlog 点什么玩意儿 点那个 点log log info 对吧 OK OK 然后呢 你没有把这个塞进去呢 那我们怎么塞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name作为它的键 给它塞进去 就是conf.r name等于db 对吧 对吧 为什么这里new engine的时候要去判断这个错 因为你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new engine 它时候你看它open dial 它会它会dial一下对吧 好 openopen open 它时候它会dial吗 open的时候好像不会dial 但是你看到这个new engine的时候它会dial吗 我们拿这个dial 我们往往下抖 嗯 它会dial吗 我记得好像会dial一下啊 对吧 OK init my circle 所以这个init my circle就已经写完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my circle.go 发一下 init my circle 然后我们在闷中要去调用它 对吧 然后我们在 我们的server.go里面要去调用它 就是我们这边写一个叫做 初始化my circle 初始化my circle 对吧 然后就是 dels.init my circle 那传的参数呢 就是sconfig 我现在有个sconfig的对象sconfig.my circles 我们就这么个意思 对吧 然后呢 我这边那个要打一个info info日志叫做message叫做successfully load 就是叫load my circle 点successfully 然后那个db number 对吧 db.number db.number 然后我就给它弄一个 我就看一下这个全球变量的长度 不行了吗 论一下db 对吧 论一下model 4.db 对吧 但是model点db呢 因为它dell这边那个connel的connect 我就不给它 我就continue 对吧 我们可以先写个continue放在这里 对吧 然后这里有个这里已经OK了 那么我们 我们那个要去 我们就可以执行一波 执行一波看一下 哎 这边有个问题 叫做你看 这边有个error 叫做conoc unknown driver my circle forgot import 这个的是啥意思呢 嗯 这个是那个叫做 叫做init导入 对吧 init导入 那么 就是说你使用这个my circle的时候呢 你需要给它 在里面导入这么一个 呃 东西 这个这个东西呢 叫做那个 别名导入 对吧 对吧 那么它导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这个库叫做 嗯 github github.com github.com 然后 go-circle-driver circle-driver circle-driver 买circle 对吧 但是注意导入的时候 我是不使用它的 对吧 这个我们讲过吧 就是这个导入代表什么意思 我导入 我导入 但我不使用 理解吗 这个导入 对吧 这个这个我之前讲的吧 这个我之前讲的吧 就是因为它 它那个init的函数里面 要去把这个东西给它c进去 对吧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执行一把 讲的就好了 执行一把 db.number 等于2 对吧 说明它只是连接了一下是吗 这就不管了 对因为我这边写了两个嘛 对吧 db.number 等于2 所以这个已经 对吧 我如果改成一个我记得它到底会被dial 它好像会dial的 我如果改成改成4呢 我看看它执行一把会打烊 Case 我把这个printer给它去掉 print去掉 好像不会dial 看到了吧 好像真不会dial 对吧 那不管它了 对吧 嗯 因为这个4是不存在的 嗯 OK 那我中午 我就 我把这个发一下 然后也到中午了 咱们休息两个小时 还是老老规矩 然后把这个发一下 open dial apps 是吧 然后 嗯 002 有什么问题吗 在中午休息之前 先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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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这就数据化数据库吗 但它什么时候会报错呢 这不管了啊 可以自己研究研究 它不dial的话 难道我这个写的乱码七招是吗 比如说dsn有问题是吗 比如说我写一个tcpp tcp 我看它这边会会会会焦焰吗 我靠这也不会焦焰 啊 好吧 嗯 行吧 可能真正真正get connection的时候才会焦焰 是吗 这就不 这就 这就不太不太不太那个 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什么问题 讲的快吗 是不是有点快 但是我们是实战课啊 实战课我们就要快起来 也不是 也其实也不快的 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个东西 哎 我问一下 有有没有人 有配置没跟上 有没有人 就是 这个其实是很基础的 比如说 解析配置元件 包括命令行解析 包括那个 连接买色口 有没有人用go 他没写过这些东西啊 coco1我看看 第三方库和之前用的不太一样啊 我啊 那对 你你你习惯用哪个东西 你就习惯用哪个 只不过我习惯了用这个普鲁米修斯那东西 因为我 呃 号称熟读普鲁米修斯原码嘛 对吧 号称嘛 那我 他的一些东西 我就借鉴了 包括你看 我后面写的一些项目 我 我也大部分都用他 我就写过非常溜了 你如果觉得实在用的不习惯 你切换回你原来的东西就行了 那咱们做的事情都是通用的吧 解析命令行 解析配置文件 然后解析那个 连接数据库 但是现在还没连接 对吧 咱们只是解析了他一把 这个速度慢吗 不不 这个速度怎么样 快吗 当然我们要讲这些核心的东西的时候 我肯定会非常慢的啊 像这种 比如说这种DSN怎么写 我靠我们 我们用在乎他到底怎么写吗 我们直接粘贴过来不得了吗 是吧 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咱就休息了啊 速度可以接受 OK 好吧 那咱们休息 休息到两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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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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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